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G它的赛道体验营 现在呢因为差不多要结尾 我们等一下要回台北了 我想说赶快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现在大家就在拱门下面 就是在拍照留念 那里做一些收音 今天其实时间上的限制比较多 所以呢就是来之后 其实我们到现场 然后专业的教练 会帮我们解说一下今天的课程 然后直接就上路了 今天其实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它把力宝稍微切分了一个小赛道 在212那个小弯里面 就规划一圈 但是呢从1号大概到20号的弯 基本上都有跑到 而且呢每一部车 一个人都有两圈的机会 那包含像GTR 讲到这个 我们今天的车馆其实呢 阵容非常庞大 小到从A45S 小到中型的比如说 GLC63S 或者是E53 E63 基本上呢 AMG你大概数得出来的 全部都给你搬出来 然后重点是呢 我跟你说 这个当家AMG的超跑 GTR AMG GTR 也搬到现场 GTR耶 一台差不多要破千万的超跑 Mercedes AMG竟然舍得把它搬到赛道 然后让我们这些汽车媒体呢 能够有两圈的机会可以去体验它 但是当然啦 因为在为了要安全起见 所以前面还有一次投车 还是有投车去压着你的速度 因为毕竟这些马力随便都是四五百五六百的性能车 还是要让大家能够在尽量安全的情况下去体验它 我先讲一个我最大的感受 因为我第一次上 就是说我上场的第一部车呢 直接就是GTR 然后GTR试完之后 你就觉得说哇这个车 叉车超棒 点就有了 在这个弯道里面 它的循积性 车头指向性 还有在这个非常竞技的这个整部车的DNA里面 都充满浓浓的这个赛车风格 这部车体验完之后 接下来后面 我讲的是从一号 过直前大脚刹车一号二号完 然后再从所谓的这个PIT区进来 基本上也算速度蛮快的两圈的一个体验 这个体验完之后 我后面接着是开A45 然后这个GLC63 你都会觉得说这些车的刹车 奇怪怎么刹车性能变差了 不能这样说啦 应该讲说如果说我今天呢 纯粹来赛道 可能体验A45 G和A45 什么什么63 什么什么53的 你当然还是会觉得说 哇这些AMG的性能车款 变速箱的换挡 都非常棒 但是我第一部车就直接给我GTR 在GTR试完之后 马上接着A45 G和C63等等 你都会觉得说 这些刹车是不是 好像没有发挥什么太大的装 感觉这刹车好像坏掉 其实不是 是因为GTR的整体表现 实在是太棒了 今天呢 其实真的我试完GTR之后 如果我有这样的预算 1000出头万 我会非常认真的考虑买一台 如果说我今天 就是预算上没有限制的话 我会认真考虑买一台AMG GTR 因为它的底盘过弯 真的是太屌了 你就过的时候 真的你会觉得说 它好像就要着你的指令 比如说我方向盘转多少 车头就给你转多少 而且呢 重点是 就像董哥常讲的那句话 它屁股还会带 就是说你整部车的一个中心轴里面 它好像定在那边 除了比如说我要右转车头往右之外 车尾还会往左 当然这个所谓的后轮转向 就是让它发挥出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而且重点是呢 它的车尾会带 不会让你觉得害怕 你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顺 不像没有后轮转向的一个车款 你会觉得好像只有在车头帮你转弯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后轮转向在赛道上呢 我觉得真的是发挥蛮大的一个功效 然后在刹车的部分 其实没有发挥到全力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速度 我说还是压在一个安全范围内 所以大概刹车40% 50% 你就觉得说非常非常轻松就刹下来了 然后其实在1号弯进去 我们速度大概也有到150-160 虽然说没有到全油门 但是我觉得这个刹车真的是超赞 好 再来油门 那个油门我告诉你 它这颗V8的引擎 感觉就是说你踩一点 它就好像脱缰野马一样 随时在push你的椅背 就说更快的 这个车真的是很难静下来 冷静的静 这个车能开到真的是三声有声 其他的车但也很棒 你看这个A45 G o 163 G o C63 我们都有体验到 我认为这个当然 你就可以尽情的去享受说 这些性能车带给你在赛道上的一个 整体的动态 我觉得这样的体验是非常棒的 你觉得说每一部车 真的上了赛道之后 其实我觉得它在整个车身的刚性 底盘 悬吊刹车 如果没有说升级到非常好 真的真的都会不够用 你今天要来跑赛道 建议你的车辆 这些动态刹车 跑得快也要停得下来 这是比较重要的 一定要做一些有效的升级 这样开起来会比较安全 那今天宾市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个体验 以让我们来尽情的 他们AMG各项车款的一个性能 非常开心 那我们等一下要回台北了 AMG的车 我只能说让我流连忘返 非常赞 特别是GTR Andy老爹 我们下次见 拜拜